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一个 这个 这个爱福森朝篮 篮球鞋的测评 一双非常给力的国产战车 你看这个包装设计 真的是非常的有档次 OK 但是打开鞋子 哇 你会发现 这个里面的这个防纤纸 比耐克的都良心 你看没有 耐克的都没有硬图 它居然印了爱福森三个字 哇 这个鞋子好像之前还真有请爱福森代言 然后 你看这个鞋 它又亮又骚 你看这个面 它又软又松 穿着它打球 我过你就像过清晨的马路 哥 这个设计呢 你看到没有 是一个 上面是一个草牌 下面是一个音符 这个很像那个EQ laser的 那个标志 然后下面是个音符 加起来就是一个爱 然后后跟有爱福森三个中文 它的鞋面可以说是 非常的柔软 有点像我们之前测评的Lz1 然后后跟的支撑也是非常的柔软的 整双鞋都非常的软 就像 就像那个神的一样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中级缓制材料 看到它是一颗一颗的 你从这个上面这个边缘上去看 特别明显 对吧 它是一个一颗一颗的颗粒 OK 它是真的是ETPU 但是同样是ETPU 它也有数值的差距 篮球鞋上的ETPU 你像哈登尔三 它上面用的ETPU的硬度 是在50左右 这个硬度可能是在30左右 爱福森这个品牌做鞋呢 可能还是缺乏这种标准 这种鞋子 如果让人穿出去打篮球 很容易让人受伤 中国科学家破解巴夫斯的ETPU 已经蛮久了 当年甲鞋是在EVA上挑个花纹来仿冒Booster 如今真爆米花也卖出了白菜甲 但是橘升淮南则为橘 升于淮北则为止 甲的材料在篮球鞋上 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 性能和配方都有不同 真爆米花这个概念 变成了这些厂商蒙蔽蒙心的一个噱头 还请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 感谢观看